中共小心处理孟晚舟案,货财币绕莱特希泽,加拿大温哥华一处属于孟晚舟家的宅邸路透社,12月8日,拍摄路透社照片《中国举国》,官媒为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被加拿大户案美国引渡要求而逮捕并手铐脚料甜信愤愤不平。 怒喊严惩之际,华尔街日报,不是声张发表文章,介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或美国总统特朗普委任,为对华贸易谈判负责人。 但莱特希泽向来认为中国贸易政策对美国不公,莱特希泽与特朗普都认为关税是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的办法。 有分析指90天后中美贸易谈判将是一场恶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最近或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委认为对华贸易谈判负责人。 他长期以来一直对北京方面持怀疑态度,现年71岁,在钢铁行业做过律师的莱特希泽多次告诉同僚,他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一职的主要目的是寻求重新定位对华政策。 在1997年的观点专栏文章中,莱特希泽曾反对以当时正在磋商的条款,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特朗普以把世贸组织称作这个国家的一场灾难报道介绍。 莱特希泽在俄亥俄州伊利湖畔港口城市阿什塔比拉长大成员这个城市受到过进口的冲击他,已来领自居。 尽管他是一名医生之子,曾乘坐跑车环油过西弗吉尼亚州作为贸易代表,他以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磋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NAFTA,这已经成为特朗普在贸易领域的主要成绩。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墨加三国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了取代NAFTA的美国到墨西哥到加拿大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简称USMCA随后,包括莱特希泽在内的贸易高官们。 签署了附带的法律文件。 报道说自特朗普政府执政,支出与中国的谈判便已转向一开始,美方负责人是商务部长罗斯·威尔伯·罗斯但他与中国达成一项没能令特朗普满意的钢铁协议之后在2017年7月遭信用。 接替他的是财政部长姆努钦·艾努钦这符合前两届政府以财政部长作为于北京方面打交道的主要中间人的惯例,但姆努钦也没能达成令特朗普满意的交易。 特朗普曾三次否决姆努钦,安排得似乎有望达成协议的谈判,并听取了莱特希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建议。 华尔街日报说,现在轮到莱特希泽登场了。 莱特希泽在贸易界以强硬策略著称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以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的身份与日本展开谈判。 在一次令他十分沮丧的谈判中,莱特希泽将日本的一张提议清单折成纸飞机向日方谈判代表飞了过去在日本,他因此被称为导弹人。 对于中国提出的某些建议莱特希泽,感觉中方不会实施。 他便经常警告特朗普中国是在耍他报道说,莱特希泽与特朗普都认为,关税是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的办法。 有报道说,尽管华为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都被指为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加码的证据,美国官方多次明确表明,孟晚舟案与中美贸易谈判没有关系不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